男人把身体想象成水 接着他开始摇晃手臂 当摆动的幅度和水一样 他的攻击就会变得比鞭子还要可怕 紧紧一击 任牙就被打得皮开肉绽 可这还不是最致命的 回到家后的任牙竟然中毒了 短短几天时间 任牙就变得面无血色 稍将拉开任牙的衣服 原本健瘦的肌肉也变得如同干尸 仿佛命不久已 任牙中毒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东京格渡界 此时的任牙已病入膏肓 就连神医红叶也无能为力 他让稍将做好心理准备 任牙能活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 柳龙光那一掌不仅是打烂了任牙的皮肤 而且还把大量的毒素注入到了任牙的皮肤 现在众人只能为任牙乞讨 可没想到第二天任牙就逃出了医院 又跑回到了成长小路 面对稍将的质问 任牙只是淡淡地说道 第二天任牙带着稍将 找到了自己的老朋友安藤 安藤一眼就看出了任牙身体的异常 他让任牙脱掉衣服 再看到任牙被毒素侵蚀的身体 安藤转身在架子上拿了两瓶桃 经过一系列操作后 弊弯解毒的